原标题 8月15沙达子中的达子在指什么人 不仅仅是蒙古 8月15沙达子这个故事 很多人都知道 达子在指蹂躏中国百姓的元朝蒙古人 那么为啥达子在指蒙古呢 成吉思汗1206年 铁木真在沃南河和元殿里 尊汉号为成吉思汗 国号大蒙古国 此后成吉思汗及子孙屡次对外侵略扩张 占据包括漠北 华北 东北 西藏 西域 中亚 西亚 东欧等在内的辽阔地域 蒙古有四大汉国 分别为金帐汉国 窝阔台汉国 伊尔汉国 查河台汉国 奉元朝为宗主国 由成吉思汗子孙建立的元朝 政治腐败 民族矛盾很大 根据资料记载 蒙古人怕汉人造反 美食家汉人才有一把菜刀和剪子 汉人用的时候 就到蒙古人家里去借 用完再还回去 蒙古人对汉人实行人口观治 不准汉人夜晚外出 白天外出也要向达子报告 怕汉人聚集谋反 平时三彭四 有在一起聚会 或者两个在一处说悄悄话 你要惹着他 他诬赖你想谋反 连命都没有了 所以那时候 天黑就吹灯 谁也不敢胡溜乱晃 免得霍逢天降 汉人家的姑娘要出嫁 得和这个蒙古男人睡三天觉 俗称破瓜 汉人结婚后 就会把第一胎摔死 不要这个蒙古种 有的女人舍不得摔死孩子 就生下来了 总之 这邦达的兵无恶不作 百般欺凌百姓 不允许汉人有任何自由 月秉汉人实在忍不下去了 因为杀父之仇 夺妻之恨 蒙古人全战了 古典的陈友亮 安徽凤儿的朱元璋等 纷纷揭竿而起 举一消息不敬而走 有一天 朱元璋向军师刘伯温讨计策 刘伯温说 天下人都对家打子 有刻骨仇恨 如果大家一起动手 就能把达的斩尽杀绝 于是 朱元璋下令 把杀达子的时间定于农历8月15 以月饼李家带纸条为信号 8月15当天晚上 人们打开月饼后看 到纸条 上面写到 金叶子时杀死你家的达子兵 于是 大家动手 杀死了蒙古兵 那么为啥用杂子带着蒙古兵呢 根据史料记载 汉代时期 占据今日蒙古高原的主要是匈奴族 匈奴被打跑后 其中一支突厥兴起 继续与中原王朝争斗 突厥被打败后 突厥中的各个部落 继续占据蒙古高原 在这些部落中 达达势力较强 不过后来被兴起的蒙古部落征服 随后蒙古将达达部落列入蒙古部队中 四处征战 建立了